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但是从2014年底开始 逃难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在办理案件的时候 却发现了异常情况 14年年底和15年年初 我们查出吸毒人员的时候 我们发现毒品来自于哪儿 这么多吸毒人员增加了 毒品不到来自于哪儿 突然增加的吸毒人员 不明来源的毒品渠道 让侦察员有些困惑 这个张老三是谁 就连许多贩毒吸毒的人员 都没有见过他 更不知道他的底细 这个人会不会是贩毒人员 为了逃避打击 而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呢 就在此时 吉林省公安厅 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 举报电话内容就是说 这个张老三贩毒品 大量贩毒品 并且车上可能携带毒品 在举报电话中 这个张姓男子携带的毒品数量 是近几年里 在吉林省内都非常罕见的 那么 这个举报电话中提到的张姓男子 是否就是幕后的张老三呢 警方接到这个匿名电话的时候 这个张姓男子 已经从吉林省返回了广东省 发现这张某和他的情妇 就像一个正常游客一样 开着车沿途走走停停 就到白城了 他们的表现并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看像是一个报警不实的一个假警 但是当侦察员深入了解 这个张姓男子的时候 他们嗅到了一丝异样的气息 如果你是游客的话 本身是白城人 没有必要驾驶到这么远高昂的费用 就白城轰轰就回来 这个可疑的张姓男子 名叫张福军 白城市人 就是 他人生的头几十年 就是一个比较平淡的 就是过了农民的生活 但是在12年前 张福军突然取家 前往了广东省 他有个不良嗜好 就是喜欢赌博 12年前 一次他赌博 就是欠了很多外债 就欠了高利贷 然后这些高利贷 经常让他人家追账 然后他人家逼得没有办法了 到了广东省赃城市后 张福军开过载客摩托车 当过保安 生活似乎并不富裕 而他的银行卡上 也没有大量来源不明的存款 咱们就是安排了一伙侦察员 对这个账路 就是侧面了解他 结果几天时间就发现 张某跟白城的 很多西都犯罪人员 都有密切接触 而在前期的调查中 侦察员发现 张福军目前并不与妻子和女儿住在一起 反而和一个姓像的年轻女子 拼聚在一起 虽然他的银行卡 没有过多的存款 但是要负担妻子女儿 还有情妇的生活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这笔钱 张福军从何而来呢 发现他这个人报 经常广州白城两地跑 而且他这个 就是行走规律 符合违法犯罪人员 就特别是涉渡人员的规律 因为涉渡人员一般都是单程 单程交通工具 开车回来 他为了方便带货 那么这个张福军 会是那个隐藏在幕后的毒枭 张老三吗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 在2015年5月份 陶南市公安区 派出了一组侦察员 前往广东省增城市 寻找张福军与张老三之间的联系 低调形势 谨慎做人 贩毒七年 一号从未露出一丝马脚 心思缜密 生毒气息 深知危险的一号 准备金盆洗手 警方要如何在最后时刻 刀回他的贩毒集团呢 一号的覆灭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在2015年初 为了追查幕后毒枭 张老三的真实身份 在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关永明的带领下 一组侦察员 骑程前往广东省增城市 南下的火车 载着他们前往陌生的城市 他们不知道 这趟未知的旅程 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当地毒品行动这么严重 毒品犯罪分子都有刺青 我的年龄都不少 关键是我的同志们 都很年轻 所以说保证地区的安全 穿过了大半个中国 侦察员们带着一身疲惫 抵达了广州火车站 在这里 他们不仅要找出张福军 与张老三之间的联系 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带着这样的信息 侦察员从广州市开车前往增城市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张福军和他的情妇 在增城市内的租住地 一个月租800元左右的酒店公寓 而张福军常去的地方 是一个东北饺子馆 也没有什么大恶经济往来什么的 然后主要在广州生活 广州我问了 广州公安机关反应也不掌握的 贩毒啊 西毒什么都不掌握 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 观察张福军的一举一动 成为了侦察员的主要工作 但是顺利的开端 并不意味着过程的顺畅 为此年龄罪长的副局长关永明 还犯了两回心脏病 在几天的接触中 侦察员发现张福军认识很多当地的小混伙 而这些小混伙都管张福军叫三叔 他从事的行业就是在酒吧 在歌厅KTV什么的 给人当保安 就是比较横那种的 然后在那就五六年工作期间 就把名声打出来 就叫三叔 与此同时 在吉林省内调查张福军背景的侦察员 也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 将这些线索归动到一起 侦察员可以赚定 眼前这个张福军 应该就是盘踞在白城多年的贩毒团伙的老大 张老三 一号是张福军 他毒品价格特别低廉 基本上从广州把毒品带到本地 销售的中断 利润是四十倍左右 6月26日是我国的禁毒日 每年进入6月 各地都会有针对毒品的专项打击行动 毒品它也是个市场 一旦要是打击得严了 销售员就会少 然后市场价格物价就会上涨 贩毒多年的张福军 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规律 而此时已经五月过半 张福军肯定基于购入大量多品 囤积到6月进行贩卖 那今天他请这个人物肯定 肯定那个地位比较高 他坐在小弟的 算账小弟的位置 你们这这位置是不是应该是算账的 买单的位置 菜道 他自己打算是最后一笔卖的 因为张某 咱们掌握这段时间 就是咱们真空这段时间 他有他经常跟他的那个家人说 说眼皮跳 所以最近感觉眼皮跳 干完 干完这次不干了 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干这个买卖 随时掉脑的买卖 那么此次在广东 应该是抓获张福军最后的机会了 侦察员能否在张福军交易的时候 人赃并获 他刚去的几天 每天是找朋友 吃饭喝酒 KTVK哥 然后赌钱 然后回家睡觉 表面上看 张福军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异常 而张福军本人的衣着打扮 也并不像个毒品贩子 他还没什么别的爱好 不喝酒 不吸毒 不抽烟 就是赌博 然后你要说他之前的东西 没有什么之前的东西 有一台车 一台本田车 市场价值也就十万左右的 咱们看也都很低调 因为我们以往打击的就是小嫌疑人 小贩毒嫌疑人 也都开个五六十万的奔驰宝马什么的 张福军在回到广东的这段时间 每天都和不同的人在接触 随着张福军出入的场所不同 侦察员也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一次跟踪张福军到某KTV的时候 侦察员有了重要的发现 这是他们来到广东的第八天 这天晚上张福军来到了增城市最大的KTV 在门口张福军很客气的 与一名黑衣男子打招呼 该名男子身后随行的几个人 时刻警闭的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这个黑衣男子是谁 他与张福军是什么关系 为了弄清这个人的身份 侦察员也跟随他们 走进了KTV 但是KTV包房很多 他们走进的是哪个房间呢 于是侦察员将手机跳到录像模式 装作喝多了找不到房间的样子 一个包厢一个包厢从外往里看 但是他们的诡异行为引起了KTV服务生的注意 在角落的一个包厢门口 正在往里张望的侦察员很快被服务生拦住 正是这短短的一批 侦察员看见了坐在包厢里的张福军 张福军和那名黑衣男子坐在包厢中间的沙发上 两人的双手不停地比划着 而黑衣男子的随行人员则都挤到侧面的沙发上 这个作为次序说明 这名黑衣男子应该是一个团伙的老大 坐在侧面沙发上的几名男子是他的马仔 由于有KTV服务生的阻拦 侦察员的手机没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 可当侦察员将这名黑衣男子的提猫特征 形容给增城市进度大队的人时 增城市进度大队 有人知道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 东莞就是咱们广州警察掌握的 一个贩毒的一个毒枭 主动来联系的张望 他们之间几乎不用通信工具 就是见面 见面联系 那么张富军与这个东莞毒枭接触 是为了购尽毒品 这个猜测令侦察员有些欣喜 他们似乎很快就能人赃病户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两人没有进行任何交易 旅游到广州到这个东莞 到这个惠州 他们都去 他们到哪我们到哪 而这几个人出门的时候 经常变换乘坐的车辆 有时候干脆就步行 在城里绕来绕去 那天是下小雨 两人提出要走一走 就沿着让那小弟马仔 他们都有小弟的 那小弟马仔就在后面车里等着 他们俩走走 画面中走在前面的两名男子 就是张富军和东莞毒枭 他们身后跟着的红发女子 是和东莞毒枭一起来的 而陪着她的是张富军的情妇 相貌 往咱挑过这些热门 向上看一看 他回头就正常过去 正好都挡着 咱不能管 不能图里站视线 我打了一个伞 我自己一个人 然后我在伞下 就装着打电话 摄像头开着 能录下来 然后跟着她200多米 因为路上有很多人的 但是张某忽然间就是 把脚骨站下来 然后就回头看着我 张富军的这一举动 令侦察员的心 一下子踢到了嗓子眼 我当警督警察已经四年了 我也不排除就是 他认识我 或是见到过我 假如是我是他的话 在那个情形下 要是碰见一个本地的警察 肯定这事就漏了 全盘结束 现实情况 根本不允许侦察员 有过多的思考 但是接下来怎么做 却决定着案件最终的成败 当时我要是也停下来 他马上就暴露了 但是我要不停下 我就面临着 我要以一到两米距离 从那边查过去 而且我是装着打电话 因为张某是东北人 他对东北人 对东北口音是特别警觉的 我还不会说广东话 我就只能就是拿着电话 就是这么说 在走过去的瞬间 他甚至都听到了 东莞独销与张富军的对话 他东莞的那个大老板就说了一句 说三叔你太小心了 他就是一个当地的小亮仔 说你太小心了 就是听着话 明显的就是看到我 觉得我跟他时间有点长了 这个危机被侦察员的机制化解了 然而几天以后 就在侦察员准备将张富军人赃并获的时候 他们面临的却是生与死的考验 匿名电话 牵出神秘独销 贩毒七年 他始终隐藏于人后 现象还生的去证之路 得来不易的案件线索 露天的交易地点却暗藏了杀机 不明真相的侦察员 能否躲过一截呢 一号的覆月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在对张富军这个一号嫌疑人 进行了秘密跟踪的第八天 侦察员发现 张富军与来自东莞的毒枭 在一个高档KTV里见了面 两人这里谈了一段诗 感觉就是判断 他这次俩人谈话 肯定是谈的是毒品教育的事 一个多小时以后 两人走出KTV 在KTV门口分了手 根据侦察员得到的线索 这次东莞的毒枭联系张富军的目的 是验货 对于我们来说 交货验货是抓最好的机会 咱们收网最好的机会 如果能够人当病货 那么将是最完美的结局 他俩变化了六处 就是交易的地点 侦察员只能集中全部精神 紧紧盯着张富军 最后见面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侦察人员已经都甩掉了 只有我 我开的那台车 离他最近200多米 那是一个大广场 那是单向车道的大广场 完了眼镜打电话告诉我 说那个张富军上台灰色的 最后两人见面的地点 是在一个开放的停车场里 此时停车场里已经停满了车辆 侦察员的车 只能停靠在路边 可当他们的车刚刚停下 就有保安上前查看 别动 不是这个 不是 不是 不是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边 这个光头 这个 这个抽烟 这个 这个等人 这个 是不是 这个像不像 这保安老婆 给人抽 他在路边 张宾的路边 拉车门 然后就上车 两人都车上瘫了 两人是在车里进行交易吗 在车上聊了20多分钟 没有拿任何东西 下车 我的车 是一个路旁停车位 我身后的车道是单车道 前人的车就算我身后过去 我同事已经把车挂上道的 假如他往后走一下 就把车堵住了 堵住了 就只能动手 我就按住他的手 我说等一下 再看一下 因为就好像直觉是我就觉得不稳妥 我就感觉他俩这个城市的人 不可能就两个人见面 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张富军 与东莞独销 徜徉而去吗 那假如说这个没有毒品和毒资的话 咱们即使把这个藩主权已经抓获了 那对咱们那个固定证据也是不利 因为你没有货也没有钱 那人完全可以说说 我这个朋友啊 怎么说就行 就在侦察员准备放弃抓捕的时候 令他们意想不斗的事情发生了 东莞那台车走以后 我发现停车场又处在四台车 打头现在飞自卫 四号都知道 四号都知道 对 对 来到一台车 东莞来的 来到一台车 压货的吧 你来压货的 车上的人员一定会有枪 枪支管支道具什么的一定会有 人数之多是咱们也是前所未见 估计吧得有二十至三十人左右 如果当时动手抓人 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们结货的信号 就是当天东莞的 他是去了四台车压货货去 货根本不在咱们捡那台车里 就是说即使当时咱们结了 很可能造成伤亡 而且货还没打到 然而这一切 他们都不敢告诉远在吉林的家人们 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江庆南 与妻子兰兰结婚七年 也许是通为人民警察的关系 兰兰对江庆南的工作 更多的是理解与支持 我不会主动去联系他们 去处理的时候 我就害怕打扰他们 但是就在江庆南他们 差点动手抓捕张和军的那天 兰兰似乎像有感应一般 无助不安的情绪 占据了他的内心 就那一刹那 就是当时也是强忍着 然后 有点内心真有点受不了 然后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真就是 人家现在这种状态 就一直在流泪 然后 也不敢去联系他 这些事情 兰兰从未告诉过江庆南 她更多的是将担心 放在心里 独自默默承受着 其实真的就是说 同行吧 理解他更多一些 但是有时候 出于私心去考虑 真的不想 不希望他去 去再干这一行 但是就是为了他 他的事业吧 为了他的那个 他的那种 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吧 就是只要他选择的 我都会去支持他 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因为我孩子也小 孩子也小 我儿子天天用微信 喊我说 想爸爸 想爸爸 但是 感觉没有办法 就是 本身这是我工作 你说 那跟到这个 跟到这个程度了 就是要 有一点纰漏的话 全盘结束 然而 就在侦察员 清醒自己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时候 一个坏消息随之传来 丈夫君不知何时 已经与东莞的上线 完成了交易 他交易的这批毒品 已经发往了白城 他是何时交易的呢 这批重量不明的毒品 又将通过何种方式 运往白城呢 躲过一劫的侦察员 失去了抓捕最佳时机 明秀战道 暗度陈仓 心思缜密的一号 竟然丢足宝帅 大批毒品 能否被顺利找到 一号的覆灭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就在侦察员 在广东 秘密侦察一号嫌疑人 张福军的这一个月时间里 逃难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也摸清了张福军 这个贩毒团伙 在逃难的组织架构 虽然一号嫌疑人张福军 带领的这个贩毒集团 在吉林省西部 活动了很长时间 但是张福军的下线 却并不动 他这人性格比较内向 他很少有能信得过的人 能给他卖货出货的 只是都是他至亲至近的人 比如说侄子 还有外甥 他的亲侄子 亲外甥 都是他这条 他这条线的下线 这些人虽然都认识 也非常清楚 各自都在干的 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但是他们碰面时 却从不提及 张福军的话来讲 就是让他们各干各的事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别的你也不用打 其他的人员 你也不知道我在用水 你只需要让 按我的指示 做你的事就可以 那么这次 张福军新购入的毒品 会落入谁的手里 因为他知道物流 发货通过物流 物流都有监控录像 发货绝对不会自己去 张福军每次都指示 自己手下的马仔 伪造一个发件人的名称 将货品快递回旗里 发货 找个偏密点物流 寄回手机号 它也是虚构的一个号 它这个包裹 相当于是有去无回的 只能收到 退也退不回去了 但是他自个会查 这个包裹到哪儿到哪儿了 等张福军在网站上 查询到包裹的物流信息后 他会安排他其中一个下限 前去取货 他电话通知 他这个一个下限 单线联系的 任何人都不知道 一个下限 而且他每次的取货的下限 是不固定的 这次是A 下次是B 大下次是C 这三个人之间都不联系 然后通知B 比如说明天涨了9点 到哪儿来物流 取货 包括明天什么名 电话多少 你取回来 然后你埋在哪里 我放在哪里 不要动 等我回去以后 我帮我带你分 通过几天的调查 侦察员找到了张福军 指示马仔发货的快递单 而收获人 正是他在吉林的 一个下限 张晓东 于是 一场围捕张晓东的行动 开始了 在包裹到达白城之后 张晓东带着他的马仔 开着一辆黑色的吉大车 来到了物流公司 他不知道 在这个物流公司里 已经有几名侦察员 悄悄潜伏了进来 到达物流公司后 张晓东并没有下车 他的马仔张明 带着取货单到前台 而这个陪同他走入货场的 正是陶南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 而此时 看着张明来到货场的张晓东 也心急地从车子里钻了出来 他先是自处张望 随后打开了后备箱 在货场的侦察员 一件又一件地搬运着货 为了拖延时间 他们将张晓东的包裹 放在了货车的最里面 过了一会儿 侦察员才从货车最里面 将张晓东的包裹 抬了出来 在张明的手 触碰到包裹的那一刹那 周围的侦察员 迅速围了上去 将其抓获 而在车旁的张晓东 一看这情景 转身撒腿就跑 但是没跑多远 就被侦察员暗倒在壁 根据之前得到的线索 张富军筹集了六十余万元 购买毒品 如果这些毒品 都在这个包裹里 那么这里至少有 三公斤以上的毒品 让他们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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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经过称重 在这个包裹里 只有一公斤的冰毒 打击也很大 因为大伙对这起案件 期望的比较高 特别是之前 我说大家在广州 三十多度高温的 在那熬了一个月 咱说最后一看一公斤 难道张富军 抄击了六十余万元 就只购买了一公斤的冰毒吗 因为从货款来说 还是它谨慎程度来说 货绝对不可能是一公斤 所以我们就怀疑 它是不是分的有出来的 声东击西有出来的 这次张富军用的是一个比较大的物流公司 对货品的检查相对来说比较严格 他会冒着这样的风险 将全部毒品都放在一个包裹里 那么剩余的毒品收获人又是谁呢 广州警方给咱们欠作 张富军的货已经到白城了 这咱们根本都没想到的 后期咱们证实 他这两批货隔了三个小时发出来 他那批货没告诉任何人 当侦察员找到这个货站的时候 货站的工作人员告诉侦察员 货已经被取走了 然后电话告诉马某 他那个口述告诉马某 说一定要低调 把货藏起来 埋在自己家地里 装箱埋在地里 然后告诉马某不能卖 等他回来 于是侦察员兵分两度 一路前往马某家搜寻毒品 另外一路侦察员前往高速路 渡街从广东回来的张富军 在马某母亲的平房里 侦察员挖出了一箱毒品 经过现场称重 这箱毒品的重量竟然有6.8公斤 如果警察抓你 感觉这单满败露了 你就是开车的话 你就创意得创出去 绝对不能让抓着活的 就死也得抓着电瓶的 而在高速路的出口处 侦察员也将企图 撞车逃窜的张富军 抓获鬼啊 2015年6月10日 在吉林省公安厅 白城市公安局的领导下 逃难市公安局 成功破获了这起 有公安部督办的 特大贩卖毒品案件 打掉了以张富军为首的 特大网络贩卖毒品团伙 为了侦破这起案件 在半年的时间里 专案民警两副广东 形成万语公民 先后抓获 涉毒主要嫌疑人15人 刑事拘留8人 行政拘留6人 强制隔离戒毒1人 缴获成品冰毒 总计8.1公斤 署南宜宾城区 夜幕下 一起罪恶交易 正在实施 侦察员胆大心细 跟踪调查 犯罪嫌疑人 行动诡异 狡猾多端 案情顺息万变 警方苦心经营 一桩跨国贩毒案 浮出水面 罪恶交易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